安全注意事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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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整器 就是訊號產生器要歸零 對 這個要歸零 歸零之後這個就可以插張電 插張電之後 等它掉好了 好 好這樣子就是開始了 就可以轉這個 這個不要一直轉到 慢慢轉就好 你就會看到那個紅頂就會開始正 這是它最大的共振領 大概就是這個轉 就是它最大的共振領 好我看一下那個 黃很厲害 對 然後你再加速的話它就會 它就會變小 好 你要加 大概其實 再上去就差不多也是這樣 就不會再高了 它頂多會變小 在這個共振點 讓它叫到盡量小 好 同學現在做一個校準 好 它現在故意喔 在這個 我們的 裸槳上面 就是貼這個膠帶 好 來 看是否能夠這個 調整它的平衡狀態 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跟剛才的做比較 好大家看一下 有改善喔 馬上這個震動就 減少下來了 這麼高 對啊 正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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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本到 7到8了 現在降到3到4了 所以它的震動就減下來了 好 那速度再大呢 哦 我是很散耶 好好好 我到前面拍一下 來 你速度轉到最大 好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個 晃動就是用那個格子 來做劇本 格子來做劇本 所以這樣看來的話 就是它的這個螺旋槳的話 它已經做過一個這個 大致的這個 動平衡 配平 動平衡的一個這個條順 好 那這樣上去了以後的話 就會把這個震動減少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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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